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秋佳节人团圆 保障房里过中秋 底力奋进的五年 喜迎党的十九大国庆特别节目 今天关注厦门保障房建设 这些年来的变化 飞上云端看厦门 欣赏白鹿女神灯光秀 国庆黄金周 游客感受厦门新变化 美股关系告急 美国宣布驱逐15名古巴外交人员 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 负责人赖清德 所谓台独言论 遭岛内舆论抨击 今天是中秋节 首先祝大家节日快乐 中秋佳节人团圆 在全省首个保障性安居工程 综合体洋塘居住区 这里的许多家庭 今年是刚刚搬进新家 这几天他们都在忙碌着 采购食材招呼亲朋 度过自己在新房里的 第一个中秋节 走进位于祥安区的 阳塘居住区 蓝天绿树红砖 节日里的小区 愈发充满活力 相得益彰的是这里的居民 过得越来越红火的生活 在小区里新开业不久的 闽蓝超市 我们遇到了正在采购 食材的居民吴延连 挑选营养丰富的海鲜 带上新鲜上架的蔬果 他一路满载而归 吴延连是今年6月 才搬进小区的新住户 他和丈夫2000年大学毕业后 就来到了厦门工作 长期在岛内租房居住 有了两个孩子后 一家人开始渴望能住上 属于自己的房子 通过保障房申请 今年他们终于如愿搬进了 洋塘居住区 虽然才住了三个多月 但居住区里优美舒适的环境 逐渐完善地配套设施 让他一下子就熟悉 并爱上了这里的生活 五年前要来这边看嘛 根本就进不来的 没有交通啊什么 都要坐到想按大道那个地方 才有车 然后还要步行十几分钟进来 太不方便了 然后现在政府都会把这些交通 都考虑到里面的话 所以就好多了 跟岛内其实也没什么差别了 据介绍 2011年10月动工建设的 洋塘居住区 是当时咱们最大的 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 除了为主建设的公共租赁房 保障房 人才房和安置房等房源 8769套 居住区内还配建了一所 36班小学 两所12班幼儿园 以及社区服务中心 生鲜超市 食堂公园等 配套设施齐全 如今像洋塘居住区 这样的配套设施 已逐渐成为 厦门保障房建设的标配 今年 厦门推出四个大体量的 保障房地铁社区 这些社区都统筹考虑 地铁站 保障房 公共服务和生活配套的 工程衔接 让更全面的卫民 立民变民 成为保障性安居工程 厦门模式的新亮点 也让更多厦门百姓 感受到这座城市的 温馨与幸福 希望我们的日子 越过越好 中秋快乐 在今年的金庄国家领导人 第九次会晤上 国家主席习近平曾说到 32年前的厦门 基本上没有什么高楼大厦 晚上的灯光是非常稀疏的 而如今海风海浪依旧 厦门却以旧貌换新言 习近平的这番话 不仅让很多厦门人备受鼓舞 也让全国各地人民 对厦门又增添了新印象 今天是中秋佳节 我们的记者将通过几处 厦门的新地标 新面貌 从新老游客及市民的角度 带您来感受厦门的新变化 金林金庄国家领导人 厦门会晤期间 厦门用各种航拍 向全世界展现了 五彩斑斓的厦门 但如果你想用肉眼 来俯瞰厦门海天一线的美景 向我守处的这里 就是一个绝佳的去处 像是今年国境长假期间 这里就成为很多游客 来下游玩的一个新宠 只要45秒超高速电梯 带您来到厦门世贸 海峡大厦55楼 云上厦门360度 透明观景平台 拥有目前厦门本岛 最高的海拔视野 置身近300米高空 可眺望海上花园果浪雨 俯瞰最富有厦门气息的 下岗片区 万石山 厦门大学 南普陀 环岛路等 厦门名片一览无遗 新专会议的时候 然后电视上每天在放厦门 然后就特别想来 就做个工学看的 沿着55层楼梯往上爬 来到58楼 今年5月新开放的海天漫步 吸引了不少游客参与其中 与天空近距离接触 每年都会过来 但第一次来这里 就我发现厦门就越来越来 就是经济条件越来好 发展越来越快 在高空俯视上的厦门 其实这真的是有别样的美 从云端感受完厦门的壮观 再来到地面 享受共享单车 漫游小巷子 感受现代与国老的气息 交织辉映 今年的国庆黄金周期间 成批游客骑单车 由沙坡尾成为新景象 如今被成功改造为 文创场所的沙坡尾 不仅让本地人觉得惊艳 也把厦门的海港记忆 重拾回来 与游客来分享 汽车的话还是比较舒适一点 稍微有点稍微一点点古朴的感觉 它很有本地的一种地域的风味 首先是街道摆设这块 摆设这块 给我们年轻人的一种印象 就是让我们觉得 这是一个年轻人很能接受 很喜欢的一个地方 如果说厦门沙坡尾的有机更新 能够让厦门的文化的更加活络 那么我现在所处的 这片元丹湖畔景观 通过今年的升级改造 让市民和游客 可以更加随心所欲地 拥抱生态自美 傍晚时分 沿着夕阳的余晖 漫步在云当路和白鹿周路交汇处的 这处冰水景观 过去这里只是一个小水塘 如今也是通过改造升级 变成休闲绿地 呈现出水草悠悠 白鹿兮兮的新景观 也让市民游客 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 感受广泛的厦门生态之美 卫生的环境的整治 立化 公园 社区的这种 这个环境都改变得非常多 还有那个社区的 基因的这种综合素养素质 做一个厦门人当然很自豪 就肯定的 闽南地区一直都有 小春节大中秋的说法 薄饼呢 就是闽南人在中秋节 进行的一项传统民俗活动 每到农历八月 厦门的大街小巷 就会传来叮叮当当的头子声 今天我们就带各位观众 一起走进一家厦门的寻常人家 去看看他们的薄饼团圆饭 每年中秋 孙家二十六口人都会聚齐 上至八十五岁的爷爷 下至十一岁的妹妹 一家人一起吃一顿团圆饭 上菜之前 桌上已经摆好了传统绘饼 热闹的薄饼也即将上演 叮叮当当的骰子声中 三红 四镜 对糖都逐渐被薄出 唯独大家期盼的状元 一直没出现 就在这时 爷爷孙始终薄出了五红带三 全家人都欢呼起来 年龄最小的孙辈 也将这最大的一块惠饼切开来 端给年长的薄公 薄饼结束 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吃起了团圆饭 每道菜都是传统的闽南菜肴 中秋节这一天 无数厦门的家庭都像孙家一样 耳边是声声的骰子响和句句相应 无论多远 都要在这一天赶回来 薄饼 吃团圆饭 我们这个家族啊 婚散 婚散一年要九几次 再一起回民 心情很高兴嘛 在台湾呢 中秋节有烤肉的传统 日前 高雄凤山城邑里 举行千人烤肉活动 现场封街摆了一百多桌 让民众带着家人联络感情 感受中秋烤肉的乐趣 虽然高雄天气很热 但民众的热情却不减 上千人聚在一起 现场摆了上百桌的烤肉 就是为了庆祝中秋 香肠 名虾 牛排 香气扑鼻 有民众吃面还专业地戴上了头灯 这位先生更是有备而来 铜载鸡炉都出来了 去年就是没有准备 不要吃不够 今年准备不要吃不够 小朋友爱吃烤蛤蜊 好吃到说不出话 好吃吗 好吃 一年这样占家好不好 好 我们今年已是第七年 等于是第七次 那因为有很多家庭 都是利用这个中秋 这个佳节 大家会团聚在一起 那也凝聚这样子的一个 对社区的一个凝聚率 诚意里里长诚意十足 大家亲朋好友相聚 现场的气氛十分热闹 我们继续来关注 长假期间的厦门 来厦门旅游 白天走各大景点 晚上有什么好看好玩的吗 相信前不久 金庄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期间 厦门的夜景 给国内外朋友 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个国庆节期间 厦门的夜景工程 再次将夜厦门的美 带到了世人面前 今天跟着金砖 由厦门系列报道 我们再跟着我们的 这个厦门的云当湖畔 一起去感受一下 越夜越美丽 夜色下云当湖畔 白露女神似乎在欣赏着夜景 而市民游客 则是看到了另一番光景 璀璨的光影 投射在白露女神雕塑上 呈现出不同的画面 伴随着鼓浪雨直播的音乐声 诉说着每个人心中的那片 云当渔火 六点多 然后等到 等到现在第一场 这个给我们是一种 很大的视觉效果 非常棒 单地的效果很好 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的那种元素 什么都在里面 就是 觉得很震撼 而为了凸显金砖元素 金砖五国的元素 也在这座雕塑上有所呈现 整场灯光秀时长约九分钟 我们园当湖是厦门的老的城市客厅 那我们在城市客厅里面呢 让营造的一个氛围 是让老百姓 就普通民众 能够走进来的一个灯光的感觉 以女神雕塑为中心 放眼整个云当湖 霓虹闪烁的高楼大厦 围湖而见 伴随着湖面的倒影 将整座城市照亮 与女神遥相互望 一座喷泉正随音乐起舞 这里是厦门白鹿洲音乐喷泉 而在这里呢 每天晚上3D水舞秀 就在这里上演 我们可以看到 随着音乐的起伏 喷泉水柱也演绎着不同的造型 音乐响起 水幕拉开 窜动人群瞬间定格 水柱随着韵律 演绎着不同的造型 大家拿出手机相机 记录下这一绚烂夺目的表演 白鹿洲公园音乐喷泉 从今年2月1号开始进行改造 改造后的音乐喷泉 共有933个喷头 和1094个LED喷泉水下灯 喷泉中心喷高 可达40米 采用了可360度旋转变化的 新式喷头 浓缩了世界主流的喷泉表演形式 拥有彩虹灌日 灯光水秀幕 欢乐花篮 万马奔腾等14种 3D音乐水舞秀水型 整个视觉很壮观很好 然后感觉那个瀑布很漂亮 水花也很美丽 喜迎十九大 今朝看福建 今天上午10点至11点38分左右 央视新闻频道播出了喜迎十九大特别节目 环看今朝 清新福建 以直播的方式 生动展现福建五年来的发展成绩单 和百姓的精气神 节目中呢 夏蒙会晤主会场和鼓浪鱼等厦门元素 通过直播连线 记者体验时报道 百姓谈感受等多种方式 得到了充分展示 今年2017年我们福建有一件大喜事 就是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 其实呢 厦门也因此成为了世界关注的焦点 我们来连线一下正在我们的这个 福建厦门的金砖主会场的 厦门台的记者刘宁杰 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那儿的情况 宁杰 来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广泉填飞 每年一到国庆假期啊 福建厦门作为一个旅游城市 就会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 那么今年厦门自己的热词是什么呢 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 厦门国际会议中心了 在厦门会晤会场的直播连线中 厦门广电集团的记者带着大家 探寻了厦门国际会议中心 凤凰厅内的设计细节 展示了其中的福建元素 一个月前这里成功举办了 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 而国庆长假期间 厦门会晤主会场同样迎接着八方来客 成为了市民游客们 慕名而来的热门景点 就是想看看这个会议场 我们感觉到我们是中国人 非常骄傲 自豪 今年的这个金砖五个领导人会晤 我们全国人民都很关心 我们都很高兴 在随后的节目中 央视直播记者在古浪雨的八卦楼前 也将岛上人家的家庭音乐会 薄饼等欢庆中秋佳节的热闹氛围 传递给全国观众 并把古浪雨深移成功之后 厦门人保护这份世界文化遗产的决心 展示给大家 与此同时 包括厦门空中自行车道的绿色出行 武通客运码头旅客们的团圆故事等 也透过镜头一一呈现 近一百分钟的直播 通过直播连线 景观镜头展示 记者体验时报道 人物故事 百姓感受 无人机航拍 动漫特效等多种方式 展示新福建的 不懈努力和辉煌成就 说起沙茶面 是很多厦门人的心头号 在厦门的街头巷尾呢 沙茶面馆也随处可见 很多外地游客来到厦门也要尝上一碗 这些年 厦门的沙茶面业者 对传统的沙茶面 进行了不少的改良创新 今天的吃出闽南味系列报道 就带大家去极美杏林 品尝一款龙虾沙茶面 当龙虾遇上沙茶汤 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来看报道 新鲜龙虾霸气上桌 丰盛海鲜在碗里堆成小山丘 这是升级版的厦门沙茶面 汤头 汤头也是算比较稠的 然后主要还有一点就是料比较新鲜 龙虾沙茶面一出道就成了网红店 一些时刻 甚至从省外特意驱车前来 就是为了这一味 听说这个沙茶面很有名 以前没吃过沙茶面 所以特意过来感受一下 是这样 北美龙虾加上熬制数小时的新鲜大骨汤 配特制的沙茶酱 浓香四溢 让人不禁咽了咽口水 在厦门一共有2000多家沙茶面店 而这家店的先天优势 就是开在一家水产店的旁边 每天下午两点多 这也就会空运来自越南的新鲜龙虾 像我手上的这只龙虾 它重视达到了一斤以上 除了对海鲜的严格把关 内行人都知道 其实汤头才是好沙茶面的决胜关键 因为面馆下午4点开始营业 老板就利用白天没营业的时间 来熬制鲜香浓郁的沙茶汤 把那个大骨汤熬白了之后 然后再放到锅里面去 再把那个奶粉加到锅里中 然后再用我们自己熬的沙茶酱 打到锅里面 然后再那个慢火给它熬 大概熬个四小时左右 这样就可以了 传统小吃 加点创意 加料吃法带来不一样的口感 也让顾客有了全新的选择 好 休息一下 稍微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泰国警方称英拉在英国 正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发通缉 美股关系告急 美国宣布驱逐15名土巴外交人员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两岸新新闻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泰国警察总署副署长西瓦拉 三号对媒体表示 前总理英拉在英国 泰国警方正在寻求国际刑警组织 对英拉发出通缉令 西瓦拉说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方面 向泰方证实 英拉已经离开迪拜前往英国 而泰国和英国之间有引渡协议 他还表示 自己上周已签署文件 请求国际刑警组织 对英拉发出通缉令 泰国总理8月此前透露 根据泰外交部消息 英拉在迪拜 泰国最高法院9月27号 在被告英拉不在场的情况下 对她涉及的大米收购案 进行了宣判 法院认定英拉独职 纵容腐败等罪名成立 依法判处其5年有期徒刑 且没有缓刑 英拉及其支持者多次表示 这是政治迫害 她也成为泰国历史上首位 因担任总理 行使职权不当 而被判刑的总理 泰国前总理 英拉的大米独职案判决 可谓是一波三折 吸引全球媒体的目光 英拉被判刑后 泰国会乱吗 相关的情况 我们请小南为我们来树立 小南 好的小金 我们可以看到 在英拉被判刑之后呢 大家有非常多关注的问题 首先来看呢就是 英拉她到底在哪里 她到底是不是会被抓回国 入狱服刑呢 我们可以看到 泰国前总理 英拉在八月下旬 神秘的失踪 而在一个月之后 大家也没有太搞清楚 她到底是怎么去逃离泰国的 虽然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泰国警察总署副署长 西瓦拉在昨天透露 正在请求国际刑警组织 对英拉发出通缉令 但是这个事态 到底要怎么去发展 目前还是不明朗的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 就是英拉和她性家族的 政治前途会如何呢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英拉和她性都是有案在身 可以说是算是犯人了 那么按照泰国新宪法 他们以后都不能够再去参选议员 更不要提去出任总理和部长 也就是说 她性家族的这两位领军人物的 政治前途 基本上算是结束了 而且她性家族 以及旗下的 为泰党街头政治组织 红杉军未来开展 政治活动的财力 也会大幅的缩减 而我们都知道在泰国 不管是搞竞选 还是搞街头政治 都是烧钱的活动 没有钱就很难去玩得赚 而由此可见 她性家族在政坛之路上 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挫 但是就目前的观察来说 她性家族 以及她的政治势力 还是比较强大 仍然将是泰国政治当中的 重要一级 在未来大选之后 仍然会在新的下议院 和政治格局当中 占据一席之地 而最后我们来看到 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泰国会乱吗 她性和英拉的支持者 会在政坛和社会上 掀起大浪吗 我们来看国内东南亚问题专家 宋青瑞士认为 泰国政坛未来会有一些波澜 但是未必会有大的乱局 英拉的部分支持者 会为英拉打抱不平 搞一些抗议示威 但是估计很难组织起 数万人以上的大规模的示威 或者是长期的示威 我们可以看到在27号宣判的当天 当局就在法院门口 部署了大批的警力 有部分人去声援英拉 但是没有出现大乱这样子的情况 而在未来 英拉的支持者 也根本不敢用暴力和军队对抗 因为很明显 那根本就是拿着鸡蛋去碰石头 好的 以上就是我的梳理 再把时间交给小军 好 谢谢小男人 我们带来的梳理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 当地时间3号 美国下令驱逐15名 古巴驻美大使馆的官员 原因是驻哈马纳美国大使馆官员 遭受所谓的神秘攻击 而古巴未能尽到保护义务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当天 在一份声明中说 美方做出这一决定 是由于古巴无法按照 维也纳公约的相关规定 采取适当措施 保护美国外交人员的安全 美方此举将确保 两国外交运行的对等 但蒂勒森同时表示 美国将继续维持 与古巴的外交关系 并将继续与古巴方面合作 对该事件展开调查 据美方称 从去年开始 21名美国驻哈马纳使馆的工作人员 因为神秘的声波袭击 而陆续出现健康问题 美国两国关系因此在线波折 不过美国民主党参议员 帕特里克·莱希怀疑 声波袭击疑云可能意在阻挠 美国关系正常化 他在一份声明里说 不管是谁在捣鬼 显然是为了破坏 美国与古巴关系正常化进程 某些人试图逆转这一进程 3号下午 古巴外交部长 罗德里格斯抗议 并谴责美国驱逐15名 古巴驻美外交人员的决定 称其毫无依据 意在将所谓 针对美外交人员的声波 攻击事件政治化 让两国关系倒退 2014年12月 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 和古巴领导人 劳尔·卡斯特罗 宣布启动 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 2015年7月 两国正式恢复外交关系 休息一下 稍后我们来关注 台湾方面的消息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两岸新新闻 我们把事件转向台湾 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 负责人赖清德 近日首次在立法机构 背询时公然声称 台湾是所谓 主权独立的国家 两岸是互不隶属的关系 如此明目张胆的台独言论 连日来是持续引发 泛滥阵营和舆论的质疑与踏伐 针对赖清德日行 公然发表的所谓 台独言论 台湾岛内军工匠人士 3号召开记者会 抨击赖清德此举 引起两岸关系紧张 会上还发表了共同声明 明确指出赖清德的言论 挑战反分裂国家法 台独隐姓已经点燃 会把台湾带入危险状态 迂议会人士同时呼吁 代表基层 学界 企业界 军工教 警消的声音 必须勇敢地站出来发声 反对台独 此外 岛内媒体 也对赖清德的台独言论反应强烈 台湾中国时报的分析文章指出 赖清德这些台独言论 显然是误判了 已经很严峻的两岸情势 以及大陆的反独决心 台湾联合报社论认为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拒绝承认九儿共识 大陆已不报希望 两岸将至待变 现在台新任的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 干脆撕毁那张未完成的答卷 恐让两岸关系加速坠崖 赖清德上任后 台立法机构每周二周五会议 已经是变成了所谓 台独论述竞技场 隶属民进党当政历任的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 从未有像赖清德这样 大喇喇的挑战当局大老板 外界如何评价呢 我们请小楠带我们来看 小楠 好的小楠 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 从9月26号开始到现在 赖清德在立法机构的几次表现 看来他非但是不避战 甚至还有主动迎战和求战的意味 我们来看一下 香港中评社的评论就说到 赖清德以其一连串 所谓的台独言论 已经俨然是纪李登辉和陈水扁之后的 第三任所谓的台独教父 而台湾私立开南大学 公共事务管理学系的 专任副教授 曹瑞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 民进党现在根本就是在挂羊头 卖狗肉 借壳上市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 是以蔡英文来扬赖清德式的台所谓台独的手法 罪行置换的工程 根本就是在拿全台湾民众的生命和财产来缩哈 这是一场政治豪赌 我们可以看到三号赖清德率行政团队赴台立法机构打巡的时候 国民党籍民代赖世宝就提到 民调显示如果因为所谓的台独而发生战争的话 恐怕仅仅有少数人愿意去打仗 而对此台当局军方的负责人冯士宽就回应表示 我们是为了保卫这块土地而战 并非是为了所谓台独而战 而台湾的竞争力论坛执行长谢明辉是表示 台行政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公然主张所谓的台独 这将会恶化两岸关系 并且会难以逆转 我们再来看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宋新洲是表示 赖清德在台立法机构提出所谓的台独主张 或许蔡英文事前是不知情的 但是赖的立场跟意识形态 蔡英文肯定不会不知道并且会非常的了解 蔡英文不约束民进党员或者是绿营政治人物 不讲所谓的台独 如果没有这些意志独派的论述 那么蔡英文讲的话 或者是他所谓释出的善意 在大陆看来根本就像是放养的孩子 最后我们来看到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 也是金正丽论坛理事长庞建国就说到 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 一直在采取两面的手法来去处理两岸关系 说一套做一套 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在口头上是不断重申 愿意去维持两岸关系的现状 但是呢在另外一方面是行动上 就是不断的去推出了去中国化的所谓文化台独的行为 但是我们知道两岸的实力消长的形势 很清楚的会告诉世人 这是挡不住两岸经济融合的大潮流的 好的 以上就是我的梳理 再把时间交换给小军 好 谢谢小南 而另一方面呢 其实我们也关注到 在这个十一加上中秋节啊 大陆呢是迎来了超长的超级黄金周 带动了7.1亿人次出游 其中出境游是超过了600万人次 但由于两岸的这个关系激动 台湾旅游业者眼看着大陆游客的巨额商机 却只能流口水 国庆假期第一天 与厦门溢水桶码头就涌入4164人 刷新厦门金门小三通开通16年的多项记录 单日入境陆客人数和落地千人数 均创下最高记录 但这样的火热场面在台湾本岛并没有出现 只比平时略有增长 如果以整体来讲比平日来讲 比平常的这个前几个月来讲 大概也有成长一两成 就是十一长假嘛 那台湾呢在这一波 大概每天入台的人次 大概是落在一万到一万一千人次入台 每天大概多差不多二到三千人次 虽然陆客富台人数略有成长 但是在超级黄金周的背景下 台湾岛内业者着实高兴不起来 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国庆中秋长假 陆客大规模出游 过去备受陆客喜爱的台湾地区韩国 都没有挤进前十大流目的地 富台人数更是难以跟过去相提并论 据台当局观光局统计月报显示 2015年10月 陆客富台人数为38万6663人 但2011年10月 蔡英文当局上台后 陆客富台据减至21万5390人 2015年2016年 陆客每人每日再台消费 分别为6933元新台币 以及6045元新台币 也就是说 2016年10月 陆客每日再台消费 就较2015年同期减少了13亿 7870万 2029元新台币 今年11黄金周假期 陆客还是不去 台湾观光预料损失 同样惨重 花联民宿协会理事长陈炳中表示 花冬地区早几年 十一长假基本客满 今年住房率整体掉了五成左右 从目前接单的情况来看 节后很快就会恢复常态 陆客每天到台湾 将维持在8000人左右 看着大陆大规模的出境游人潮 台湾留业者感叹 看得到吃不到 厦门卫视驻台记者 林正明采访报道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 爱新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明天同一时间